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尽量的照本宣科爆料人的信息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跟爆料人之间的联系总是断断续续 他的回答总是片言之语 我经常是把这些片言之语联系起来讲给你们 这个大领导都是这样 讲话就是片言之语 也可能他很忙 也可能是有安全的考虑 我说错了 他才发一封比较长的信 纠正我的说法 这是没有办法 这给人家当枪使 这也是迫不得已 就得适应人家的风格 要不怎么办 还有一个是呢 就是爆料人今天跟我联系的 他说中共的元老 这是中共现在的首席元老 因为一百来岁了 叫宋炳 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 年纪大的知道 他是中共主管组织人士工作多年的一个老元老 胡锦涛 温家宝 都是他当年提起来的 很多现在在任的不在任的中共的领导人 都是他提拔的 在中共党内非常有威望 现在几乎是No.1 他关于习近平有一句话 现在已经传达出来了 就是他说了什么呢 他不能再让他乱搞 他必须下台 中共百年老党不能葬送在他手里 他就是说习近平 这是宋平的话 宋平说习近平 这是很有分量的话 已经在高级干部中传开了这句话 还有一句话是江泽民说的 这句话也传开 江泽民说的是 全党统一认识 必须换人 把二十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江的表态也非常明确了 报道人讲了一个消息 就是习近平委托李小鹏去疏通江泽民 李小鹏就是李鹏的儿子 现在是国务院好像是交通部的部长 习近平还答应李小鹏 让李小鹏去广东接任李希 当广东省委书记 二十大进政治局 而且还承诺以后 要提李小鹏当接班人 就是习近平的 他的打算是 他退下总书记 是二十一大还是二十二大 那个时候 就是由李小鹏来接总书记 就是说总书记 这个职位一定是 红二代红三代 来接 绝不会给那些平民出身的 中共领导人 保持他们的红色基因 就能够传承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是习近平当年 当中央候补委员 是最后一名 党代表选举他 他就是最后一名 得票最少 李小鹏当中央候补委员 也是最后一名 也是得票最少 这两个是最没有党意的 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当上的最高领袖 一个是将要当最高领袖 这个多有意思 这个中共就是 谁最不得人心 谁就能当最高领袖 李小鹏要去广东 但是习近平呢 没有真的安排他去广东 接礼席 李小鹏的太太呢 还去广州 去提前看房子 看环境 结果还没有真的安排他去 所以李小鹏呢 也没有去找江泽民疏通 李小鹏呢 现在就是在观望 李鹏家族 在这个红色家族里 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家族 就是他不靠哪一派 是江派 还是习派 还是团派 所以说李鹏家族呢 在哪一派都能说上话 但这一次呢 李鹏家族是采取了一个观望的态度 李小鹏没有介入习派 和反习派的这样斗争 就是做闭上官 在观望 之所以现在习啊 没有什么人帮他 所有的元老都反对他 没有一个元老支持他 李这个习的身边呢 也没有是有分量的人在支持他 这是什么 就是习呢 现在公开的就讲 他说我不需要盟友 习就是说我不需要盟友 这人家是这个历令至婚 这是就这样啊 就是他不都牛逼到 就是他不需要盟友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他翻脸不是人 刘元帮他 他把刘元踢出军队 雷亚洲帮他 他现在把雷亚洲帮 那个抓起来 所以你说现在谁会帮他 昨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习近平呢 公布了一个规定 就军队非战争状态的一个 使用的这么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很重要 我也问了这个爆料人 这习近平为什么要公布这个规定 爆料人说呢 这个规定公布的就是 很有意义啊 他的一个意义呢 就是如果中国发生动乱啊 军队呢 可以这个参与镇压 这个所谓的暴乱啊 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啊 显示习近平的对于他把控中国社会啊 就是他没有信心啊 所以是准备动用军队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做一个姿态啊 就是如果反习派 如果是声浪过于强大 非得逼着他下台 他有可能呢 动用军事手段啊 把武力手段来解决反义派啊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迹象啊 最近呢 习习派啊公布了两个规定 一个规定的是不允许那些离退休的老干部 妄议中央啊针对那些元老的啊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的这个规定啊 就是这个军队非战争状态使用的这么一个纲要啊 就是明显的就说明习近平啊 这个他很担心自己会在这场斗争中落败啊 他要使用的非正常手段来解决的大内斗争 爆料人跟我讲呢 这个他说你你们也不用担心啊 习在军队里呢是没有什么支持的力量 他现在只有西部战区在支持他 所以他这次去成都嘛 寻求西部战区支持 回来呢 他就搞了这么一个中少军帮他起草了这么一个规定 啊 他公布了这个规定 6月15号开始实行啊 就是可以和平时期动用军队的这么一个法规 他说军队呢 没有谁支持他 元老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他 现在他就是一个顾家管理 习近平越这样搞 他越丧失人心 越丧失军心 就是动用军队 动用武力来解决党内的这种分歧 这次唐山的这个事件啊 爆料人说呢 李克强有批示 李克强的这个批示就很有意思 李克强是建议 派出中央级别的工作组进驻唐山 撤换了唐山市的这个党政领导 派呢 胡海峰 就胡锦涛的儿子 去唐山当社会书记 整顿唐山的励志和治安 李克强的这个决议呢 现在是习近平不支持啊 现在还僵持在这里 不知道这个决议呢 会否这个马上落实啊 大家可以看最近的新闻 胡海峰会不会这个马上到唐山去当书记 开始这个整顿这个唐山的这个治安观 这就是今天啊 我跟这个爆料人沟通的这个情况啊 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 也是一次唐山地震啊 这都是这个历史轮回啊 你看大家看 这非常奥妙 最近这几天啊 这是不断的有这个唐山的市民 还有全国各地的啊 都在网上晒身份证 诉说自己受黑社会的这个迫害的这个冤屈啊 这个唐山我看还有陆续有出来啊 有的农民拿身份证出来说被村书记这个勾结黑社会迫害啊 有的女学生是什么学舞蹈的被直接打断腿啊 被这个强暴啊 这个这个冤案呢 就被社会黑社会迫害的啊 这个越来越多啊 显示了习近平啊 这个社会治理对中国的治理是完全是失败的 所以大家现在在网上说不是黑社会啊 而是社会黑啊 习近平治理多年现在中国就是这个变成了整个的一个大黑社会 如果是上海这个防疫的这个失败是习近平的花铁炉啊 那就这次这个唐山事件啊 就是习近平的活动场啊 这次这个民意汹涌 就是习近平下台的一个重要的导火所 唐山这种事啊 就是这个黑社会横行这种情况啊 就是共产党搞这种运动式的大黑 又要搞什么15天这个大黑啊 是靠运动式打黑 你根本是解决不了的啊 都是治标不治不治本 只有靠什么 只有靠民主 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啊 什么时候老百姓可以民选唐山的市长啊 选唐山的议员啊 市民可以自治 法治是公平的 有自由的媒体啊 那个时候唐山的治安才能最后好 全国才能摆脱黑社会化啊 全国民主了 全国才能好 这个国家才能核心海业啊 民主就会带来公正啊 有自由呢 就会有人啊 就会有政派 就会有文明啊 这个国家一定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像文家宝说的啊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你这所有的这些问题最终你都解决不了 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个推动啊 洗下礼上啊 让习近平下台滚蛋啊 让李克强上来呢 继续改革开放 让老百姓呢 有活路 让中国有希望 洗下礼上 人心所向 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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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革